好另外来看到马总统在美国旧金山过境停留28个小时之后呢 马不停蹄的他离开美国现在是来到了宏都拉斯 而对于这一次过境美国的安排马总统表示满意 而美国再来协会主席博瑞光则是表述 马总统此行在美国想要做什么 想要停留多久 宣布呢都是马总统自己决定的 而美方是全部同意 博瑞光特别要重申 美国牛肉的争议不是大事 并不会影响到美台之间的全面关系 马英九总统26日晚在出席完一场盛大的桥宴之后 顺利结束了在旧金山的过境停留 达成专机飞往宏都拉斯 马总统在离开饭店时对过境安排表示满意 美国再来协会主席博瑞光也认为马英九这次过境很成功 柏瑞光坦诚美台存在牛肉分歧 但他认为那是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正常的纠纷 而且是美台关系中的一个小问题 至于美国何时宣布新的对台军售 柏瑞光希望大家注意新闻报道 他认为美国如果停止对台军售 两岸关系就不可能有进展 诚如柏瑞光所言 美台牛肉争议只是美台全面关系中一个很小的部分 美牛争议也许会影响到美台的经贸关系 但是对整体的关系而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负面的效应 中天新闻张国华终议庭旧金山报道